1.8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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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前面這個造火機 是那個 當時是 國外買的是 加拿大水工 就是 加拿大水工 他們所做的一台造火機 那當然 一般做實驗 或是我們在研究上面 要用的造火機 不會只是 這個動作 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你只要找個 尺度滿 然後 然後 那造火機的造火板 基本上有兩種形式 我們這邊這個叫Piston 就是活塞 就是那個板子 是一個錘子的板子 我們這樣推它 整片這樣推 就是像 好比說 我們一般所熟知的 這個引擎裡面那個活塞 Piston 你們喜歡的那個什麼 NBA籃球隊那個活塞 Piston 就是整片板子 一起往前 各位 我考試如果考這樣的 請問 請問 這是什麼波浪 我這樣推 隨體裡面的運動 去老師 總是 從上到上 全部都是什麼波浪 暗水生來分 這是什麼波浪 不想考可以 省得麻煩不要再改 反正要盪掉 對不對 從上到下 不是水平的運動滾機是一樣嗎 其他不遞錢 好 另外一種 其實不只是這兩種 最主要是這兩種 另外一種我們稱之為 拍拉 Flat F-L-A-T 就是拍拉 拍的這個動作 拍拉 那它基本上就是 下面一個hinge 就是有一個支點 那這個板子 它推上面 也就是說板子 這整片板子 它是這樣子擺 這樣擺 所以請問 假設這是水面 請問哪裡的 哪裡的這個速度比較大 水體的流體的速度比較大 水面 水面 因為我前進這麼多 往後 那越小勒 你看這裡就根本 只有一點點動作 所以這個地方 受到它的流速就是什麼 很小 所以這種拍拉板 基本上就是想模擬 要模擬這個深水 水間大一點 有這樣的一個 波浪的環境 那當然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都想說 後面是 後面就是 什麼的深水環質 你們隔壁 我們今天沒有介紹 這個環環水槽 這次上那個 是一個循環水槽 主要是做抽水 這個水流 我可以這樣吹出來 我就可以整體當中 有個流速 整體的流速 那是一個 那我上面也可以照波 所以我就可以波 在一個流上面 來應轉 這個是海洋裡面 有時候會有的狀況 好 在這一海 你如果有空去看 他的照波 後面放了一個照板 他就有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 他做一個氣質 那這個氣質 或是做一個半圓形 或是怎麼樣 他是這樣切進去 他從上面 落入水裡面 上海 落入水裡面 這樣也可以照波 最主要就是 你只要照波 就是你要有個板子 不管他是這樣子 活塞 或是他是這樣切進去 就是你要固定一個時間 這樣子 一個很規律的 周期的運動 這樣子照進去 那這個就會 所以照波裡面 我們要控制 中期比較容易 因為只要控制馬達 馬達 我可以控制他運轉 我只要去把他設定好 我可以知道他 不管水深多少 波浪照出來 也不高 但是他就可以固定 你要他這樣 他只要是一秒的運動 後面的波浪比例 就叫強制運動 就是一個很前 就好比我打籃球 我拍籃球 我拍很快 拍這麼快 那個籃球不管再怎麼跳 他總是 震動的比例 跟你拍的比例 拍的比例 叫強制運動 好 那我們今天要照這個波 我們這邊是用活塞式的 那當然他可以控制 你可以照線性 非線性 你可以輸入 然後他就已經有 已經有好的這樣的軟體 你就可以設定他 然後他自己就可以照出你想要 比較典型的這些波浪 好 那我們現在要照兩個波浪 這個水深現在是35公分 大概 然後 我們要照這個 1.1秒的波浪 照10公分高 10公分高 在3速你就知道 這個深度 所以這個波浪 是不小的 所以這個波浪 有可能比較是一個 畢竟性的 好 好 那 那 這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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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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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